我就算后话一万遍 我也没有这么高的伤害过呀 难道亚瑟真的能有这么高的伤害 兄弟们呢 奇怪的出装又增加了呀 前面这个这么屌的视频 竟然还推荐了出装兄弟们 出装和名文我都会在视频最后公布出来 接下来呀 我就很好奇这套出装和名文的真假了 废话不多说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测试一下了 你们看 马超突然拐弯 就想抢我的河蟹呀 那我哪能忍 一下子先把他抬磨了 开启我旋转的小盾牌 他就想跑呀 那我亚瑟作为长跑王 你觉得你能跑得过我吗 直接开启一紧的盾上去 一下扑的攻击 借一个斩杀我的天哪 直接就拿下了他 这第一滴血拿的毫无技术含量 一点都不兴奋呢 十秒之后 马超回来了 他一看见我就戳了我一下 我的天哪 你胆子这么大的吗 直接看起旋转的小盾牌 大招盖他 一个普通攻击 又把他拿下 一百三十五金币 你说你气不气呀 你说你手剑 谁让超又一次复活 这一次他不跟我玩了 我的天哪 这还得了 还想和射手换线 怎么可能直接开启一二技能 追上他 给他一个大概冒 一技能再怼一下 他躲进草丛 我们直接释放斩杀 锋芒毕露 三杠梁的开局 兄弟们 接下来啊 这个小马超他学聪明了 请来了 李白这个小帮手 我一看他们要二打一 我回头就是一个沉默 开启二技能 大概冒一个斩杀 李白直接引恨西北 接下来回头一个大 比斗 马刀又一次引恨黄泉 二连击破 这是过来送人头的呀 这李白你对我不仁 那我就对你不义 我就要对你的尊严下手了 哎 你 我都打了这么久了 你还敢抢 直接开启二技能 旋转他 想跑大概冒一个斩杀 直接拿下横扫千军 小马刀 你这一次又过来帮忙了 二技能旋转的盾牌又一开 二连击破 你都死我手上五回了 兄弟们 一看这个李白和这个马超 那是非常的恩爱 如交四期呀 形影不离呀 兄弟们 你们看 李白被我擀了 这个马超非要找我报仇 没想到把自己给报死了 接着呀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马超人员还挺好 这个小菜鸡也过来帮他 不过他来晚了 直接开启旋转的盾牌 把他嚼死 这一次对面三个人选择一起上 那我也直接给他一个大笔斗 开启旋转的盾牌 他立马残血 想跑 开启旋转 再来一个大笔斗 无人能挡 对面的人员 你们跟得上吗 白花圈 三下五出二 把他赶了 只剩下一个 营正 你戳我 直接开启旋转的盾牌 三连决胜 漂亮 这对面的射手 他胆子大呀 直接就来到上路了 直接一个大笔斗 胡脸上 他就残血了 我的天哪 我现在我这个伤害 对面的人员都来了 大盖帽 再来一个人头 蔡文吉还在奋力的加血 我理都不理他 开启旋转的盾牌 已经三连决胜了 眼睛一闭一闸 对面的人员全来了 马刀又一次打了头阵 直接一个大笔斗 把他秒了 营正亥想跑 大盖帽 普通攻击二连击破 把兵线给他清了 对面的人员开始 陆陆续续的过来了 先开启大笔斗 回头呼他脸上 你看看 我这每一下普通攻击 都是暴击啊 兄弟们 此时我这个伤害 那是超级高 已经四连超凡了 只剩下对面 一个人大笔斗上去 我的天哪 你看我这个伤害 马可波罗 被我一个大笔斗 打得瞬间藏穴 我五连绝世了 我的天哪 真牛逼 对面直接投降了 我们还没神装呢 兄弟们 这套出装 这个攻击力太高了 下面公布一下 出装和名文 我这种阴上的 我的天哪 我这种阴上的